今天有一個屋主要分享他的房子 他的房子在 桃園的小快溪重劃區 是遠雄的案子喔 然後他是委託常來我們頻道分享的 KIMIKO 他的一個設計 所以裝潢好了 叫我們過去就是分享一下 他的這個裝潢設計 那因為沒有很遠啊 我們實際上路過去囉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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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到了到了 哇 小塊溪重劃區 全部都是房子 好 停在星巴克這邊 等一下 再去買兩杯星巴克 屋主房子好像在那邊吧 我們直接過去 終於到了 樓下有便利商店 對面有永和市場 然後這個社區 目前看到是這樣 前面就春日路 所以他在非常精華的地方 然後上面是這樣 他的大廳是這樣 我們趕快叫KIMIKO下來 進來了進來了 KIMIKO 你現在怎麼越來越年輕啊 對啊 你這樣感覺等一下我們去那個大學 人家以為你 是學生嗎 學生啊 不會以為是教授就對了 哈哈哈哈 這個房子好像花了不少心思喔 對 從課便就開始跟著我了 那個人 從課便就開始 從課便就開始 越遠熊這個房子 這個社區好像有比較大坪數 這個是什麼房型 四房三加一啦 三加一 所以不是那種什麼兩房的主流社區 就自住性質的社區 所以比較捨得花錢 因為那些投資客 他們沒有要自住 都是系統會隨便叮一叮 投資客不適合找我 投資客不適合找我 投資客不能找你 不適合啦 你要你花的那個 我們是做細節的 那個投資客的 像那個 新什麼發哥的那個房子 那個叮一叮都是幾十萬 三五十萬就叮好了 那進去就千篇一律 每一間長都一樣 你這就是沒辦法 所以自住比較適合 比較捨得花錢 你想要住不一樣的 進來就覺得很舒服 同事來你家 不會讓你丟臉的 真的不會 好那我們好好分享一下這個房子 剛剛有看大概一層六戶的樣子 然後進來了以後 他這個配這個是他自己的嗎 還是 就是原廠標配 這上面很重耶 超重的 Easy Set 這個電子鎖的部分 那進來以後 你幫他設計這是什麼 玄關區 好平彎 這個是本來就 他這個區域本來就 還是幫他隔的 他這個客邊就跟著我了 所以我客邊的時候就把他把這個 留起來 可是現在的客邊 已經不能夠這樣留了 因為把他歸 哦 所以這個是之前可以 現在不行 對 你之後就變成是你要自己再拆 要敲掉 要敲掉 誒 這是瓷磚不是貼那個皮的哦 不是這真是瓷磚 這是真的瓷� 然後天花板的部分 也做了很多的細節 這上面有主機是不是 對 這是維修孔 然後天花板的部分也做了很多的細節 這上面有主機是不是 對 沒錯 這是維修孔 這是維修孔 然後你這裡幫他做了很多這個 這是鞋櫃嗎 還是什麼 這是鞋櫃啊 所以要透氣啊 然後純粹要再做造型 這個細節不好處理 細節不好處理 細節不好處理 對 這個真的是細節不好處理 而且你看 配這個金屬的這個 對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下面也是 對 下面是小收納有沒有 小收納 到這邊要做跳色 然後這是 它這邊還有 對 牆面有這種跳色 牆面這邊也做這種奶茶色 嗯 其實整間我是做 然後 我有給他建議啦 然後到他女兒的房間 我也是漂亮亮臉 OK 好 那有一個玄關鏡 玄關鏡 對對對 然後這一個燈也是蠻有特色的 對 它挑燈也挑一燈 嗯 而且 這個地方怎麼沒有做到滿 一般如果這樣子應該這一整片會做滿 其實我們想要讓他放一個座櫃 座櫃 喔 這邊到時候會再放一個 穿鞋椅就對了 對 然後把一個玄關進來的一個端頸� 對 這個是現成的家具 對 是現成的家具 石墓的 OK 好 可以坐緊 譬如說 聖誕節的時候你就佈置成聖誕節 過新年的時候 喔 過新年就放個 對啊 它很好看 這邊 這邊等於是這些 這個是冷氣是不是 全熱交換器 對對 全熱的 這個是建商標配的嗎 還是他自己裝的 建商好像有給 但是不足 喔 不是給全套的 可能給半套就對了 冷氣不是你做的 冷氣不是我的 好 那我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進來了以後 這邊沒有幫他做拉門 沒有 所以 整個感覺 進來的時候 很氣勢 對 要把這邊敷成過去的竹 因為這邊其實有綁間 所以我做一個區隔 讓它有點到 所以它這個是什麼風 鄉村 美式鄉村風 超多這種細節線版 很多 全部是噴漆烤漆的 所以很難做對不對 很好做 收尾的時候也是一樣 沒錯 而且鄉村風好像都是這種白色的居多 對不對 對 鄉村風走的是比較溫馨 溫馨 比較暖色 一進來就給他一個餐桌 是說肚子很容易餓 是不是 太得緊 廚房就在這裡 廚房就在這裡 廚房我們有做推拉門 然後你可以照遠一點 我讓推拉門跟臥室的科 這整排是 對對對 都推拉門的感覺 因為他們的寬度本身受限不一樣 不然它那個比例如果可以調到一樣 如果說比例的話還可以這兩扇門 這是結構 OK 那這邊你也幫他做了一整排的餐邊櫃 對對對 開關箱在這 開關箱 開關箱 在這邊 等於說這邊有開關箱 對對對 然後它上面冷氣全部都改成這個吊椅子 對 然後是這樣 那這邊就是它的廚房 廚房 廚房你幫它做這樣子 對 哇 好有質感 推這個感覺 然後 電器櫃是你做的 標配只有這裡 對 可是我們走一樣的設計 對 這是同 感覺是同一個顏色 冰箱也已經來了 對 人造石的檯面 標配 這也是建商標配 對對對 這一套配那麼好 三口爐 然後還這個也是標配 洗碗機其實 我沒有很確定 洗碗機就知道 沒有很確定 好 這是後陽台嗎 後陽台的大小 東西都放這邊 冷氣的格柵人家是獨立的 不會影響到你 大概是這個大小 然後對的是社區的洞跟洞之間 對 天井的部分 好 那我們接下來趕快來看一下我們的 客廳 客廳的沙發背牆 沙發跟這些櫃子都還沒來 桌子還沒來 所以現在只能這樣看 這樣看 大概有個三米二左右的面寬 放個大電池都不是問題 所以它電池會放在下面還是掛起來 掛起來 那他沒做這個到時候人家來做這個 因為廠商不願意慢慢掛 所以他要等我 要等你 你幫他處理就對了 給我一點時間 那你這個是做什麼樣子的 這是大阪磚 這是大阪磚 對 所以有時候 你額外買的電視廠商 不敢用 大阪磚他幫你磚破 所以大阪磚 那不然一般他們敢做的是什麼 直接白牆 木磚 木座他敢磚 但是這種大阪磚比較貴 他不敢用 裂掉 但是你們的師傅是有經驗的 就對了 那他旁邊有做這個櫃子 收納櫃 是 然後這兩邊也都做 有做這兩盞燈 碧燈 然後這樣沙發就怎麼配置 一致的沙發 還是做的什麼貴妃 其實他自己他是做L型的 到這邊來 他的窗是可以從這邊出去 你還幫他做一個 再往內再推一個大概25公分左右的一個百頁窗 對 這個貴了 這個很貴 可是做這個其實 搭整間 質感差很多 有這個跟沒這個差很多 坦白講你用傳統的窗簾 跟Norman的窗簾下去的質感 是太一樣 Norman我們已經看很久了 難道台灣沒有仿的或者類似的嗎 那個大頂啊 就是現在的那個 什麼 大頂活蝦 不是 大頂的呂百葉 他以前是大頂 呂的 他是呂的 他是呂的 他沒做木頭了 木頭還是必須用Norman的 對 木頭的你就這樣 然後他這個 看出去就是 星巴克 星巴克跟麥當勞那附近 對面這邊還沒蓋起來 目前大概是這樣 有給一個花台 所以到時候直接在這邊可以種種花花茶茶 好 那你說他這個是四房的 三加一房 所以有四間房間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的衛浴好像是在這一邊 這裡有兩個 你看到下面有透氣的 欸你連這個要去廁所的走道 這個細 壁板細節都做了 整排了咧 沒有沒有跟進來 這個味道都做不起來 全部都要做到 對 然後這樣子看過去 看到外面的景 就不一樣 多了這一片香 味道就不一樣 這是廁所 這是廁所 這個是原廠標配 對我沒有動 全部原廠標配 我主自己找人做浴櫃 浴櫃是下面的 那不是我 現在我們直接賣現成的 有人直接賣現成的 應該好像比較便宜 所以這間是第一間廁所 第一間房間 女孩房 女孩房 這個是算是客房 因為他對後陽台 對他對後陽台 這也做很多 你看 做很完整 櫃子衣� 對 他用櫃子這樣放 然後桌面 這個 這沒做玻璃耶 原因是什麼 直接放就好了 還是可以固定 不用做門 所以你意思是說 這只是造型 對 我要的造型 不要造型 直接其實可以抽取 對對對 蔬櫃 蔬櫃 然後床頭延伸過來 所以他的床頭等於是跟 這邊 這邊 這邊是床頭 這邊是床頭 但是沒有床頭櫃 沒有 沒有幫他做 這邊的大小 沒辦法再上 沒辦法做床頭櫃 這是一個雙人床 已經幾乎了 天花板也都是 做平丁的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 還有三間房間 三間房間 就在另外一個區域 KIMIKO真的很費工 這三間房間也幫他做了一道門 對 我想要對稱 這樣對稱的感覺 我們這個設計師也是做很多 第一間在這邊 對 這是男生的 男生的連彈簧床都還沒來 對 男生就是男生 你看藍色的顏色 這個色系 但是連床都比較小 好像對女兒比較好 沒有 我們有的是雙人床 以後換雙人床也可以 加大也可以 現在其實年紀不是那麼大 比較小 這邊的採光就比較好 它是對外的 對 這一間 這間就是 他做這種 比較屬於古倉風 是不是 男生跟女生 怎麼色調差這麼多 要不太一樣 要不太一樣 弄成女生的樣子也不好 弄成女生的樣子也不好 不會啊 怎麼會這樣 那裡遠遠看有一道門 這個是他 預計要設琴房間 琴房 對 所以女兒有在彈鋼琴 對 可以當客房 可以當客房 這邊鋪個地墊就可以使用了 對 那他這一塊是本來就是內奧嗎 對 他本來建設公司給的結構 來講他就內奧 他就直接 做一個木地墊 也太剛好了吧 那地板的部分 木地板 全部都建設公司給的 對 我們來的時候是完成的 而且這一條走廊 你看看過去 這裡有畫軌 整排的畫軌 所以到時候這邊可以調個全家福 或者是一些收藏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主臥室 好看一下主臥室 進來真的是比較大 剛剛那兩間就是跟主臥室就有很大的落差 而且主臥室好像就是比較延續外面的風格 對不對 你看他線板都做 你們的床板都做 然後這個也是比較鄉村風的風格 有線板 然後他上面這邊也有做 他這個 這個 這都有做線板 好 是這個樣子 然後窗簾的部分是這樣 這個如果要再更完整 是連窗簾都做那個Norman的 木百葉 可是他的那個空間 就是 因為他這個已經沒有辦法放兩個床頭櫃 對啊 這邊就是廁所 這裡有個廁所 如果他要放Norman的窗簾的話 他們可能會 會再往外推大概20公分 對他們是不行的 一定要用折門 用折門 對啊 這邊就要直接開 那你的衣櫃這邊就要退 這邊的空間不一定夠 吃進來呂框 會吃到內部的使用空間 對 因為這個空間的 差的功能數太少 所以他在場上在現場退 現在好像比較少人用這個 他說 走過去的時候會站到這個走廊的空間 會去卡到 但是為了整個風格 還是得 這個是比較圓弧的 不會 有一些是尖的 對 這個不會 然後這邊這個也是衣櫃 這男主人的衣櫃 跟女主人的衣櫃 實在差太多 男生就用這個就好 然後這個 你不要以為這整座都要 這是女主人放包包的地方 整塊放包包的地方 男生只要這些 跟我一樣很可憐 那你這邊又幫他弄了一個這個 做隱藏門 隱藏的咧 來看一下看一下 這個 這個 原廠有 這是原廠的浴缸 不是 這個都是護衣櫃的小浴缸 這個 不然它本來是什麼 一個乾絲分離而已 是不是 原廠是只有吃磚奶 建築公司是可以吃磚 然後這個浴缸它是行 但它這一間是有對外窗的 對 有對外窗 可以順便看別人 下面你看人家有那種露台戶 感覺很不錯 好像很久沒看到KIMIKO的香春風作品 因為香春風成本比較高 要怎麼講 要很完整 因為今天如果只有局部做 或者說它的家具不搭 我覺得上我可能也沒有拍 就是要有代表性的作品才願意分享 很完整才拍 所以如果說我只有一個角落 放幾個線板就說我是香春風的 這樣子你也沒辦法接受 對我可能不行 OK 你說它在課變之前就已經跟你聯絡了 對它是我課變的 所以這是什麼流程 就是說建設公司還在蓋的時候 你就已經 就是客戶在買房子的時候 他就是買預售屋 對然後他預售屋買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說他有個課變期 那你就在這個時間來做課變 所以你就開始就會加入建設公司的討論 對 對對對 啵啵啵說你這個磚 這個磚 不行他不要付了 當時就一開始就講說不要付 所以可以退錢 對你沒有做的話 退沒多少 可是退沒多少 但是就是你在做這個事情 你說從 預售就開始 對 那不就幾年前的事情 對 三年多 那三年多錢這樣做 開始有需要再加錢或幹嘛 有 其實因為他來找我課變的時候其實是疫情錢 疫情錢的價錢跟疫情後價錢 當然這個我們能理解 但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在課變的時候就找設計師 找KIMIKO來 我必須先付什麼錢給你嗎 還是什麼 不用 就課變的錢給我就好 等一下 那這樣子 這個案子搞了三四年 賺的錢一樣 跟那個進來做兩個月一樣 那你為什麼要做三年多 很難賺 對啊 對啊 可是沒辦法 因為這個等於是就是你要先替客人服務 然後他就是省了這些費用 他中間 不然我進來我還要再拆 要再打 那個花的是他的錢 而且弄下去也不完整 對 我就先幫他先整理 譬如說有些格局要改的 對 我沒有改一些些東西 像這裡 這個地方 對對對 這邊又改 如果沒有改你進來又要悄悄打打 反而要花更多的心思 是屋主要花的比較多 屋主要花的比較多 所以從課變就開始 反而是省成本的方式 坦白講 可是你的東西要很完整 而且你要找同一個設計師 我們有遇過說 你已經課變好了 但是你來找我 但不是我課變 我不知道當初的設計師想什麼 怎麼會這樣設計 對對對 我不曉得 所以要找同一個人 可是課變也跟建設公司有關 我知道有一些建設公司 它的課變的幅度非常的小 甚至有些是不接受課變的 對 那你就 就是我們就是要在它的可改的 可變的範圍 哦 了解 終於三年多 差不多 三年多 要完整的 終於完成了一個作品 搞了三年多 這個客人有去看過我均衣富江 哦 你之前均衣富江那個 對 那時候完工的時候 我讓他去看我的現場 對對對 很滿意是不是 應該是吧 對啊 細節這麼多不好做 不小心敲到要重來一次 哈哈 不好做 對啊 而且全部都烤漆的那個 白色又很容易就是有 有一點色偏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是要一點工夫 要一點心思去處理 那它這個房子 你說從課變開始 那你進來做就是從天花板 牆壁 地板沒有 地板不是 我的地板只有那個磁磚 只有那個磁磚 進來這一塊花磚 對 所以其實嚴格來講 天壁還有少部分的地 地板 這樣子 總共它是三加一房 嚴格來講算四房 這樣子 它總共花了多少錢 兩百多 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 其實有時候我真的是搞不懂 去有時候看一些人 他沒做什麼盯幾個櫃子而已 就一兩百萬去 你這個整個做 然後做這種線板什麼的 細節做這麼多 然後包含三年多才賺他兩百萬 賺沒有 業績兩百萬 營業額兩百萬 賺了那麼多就好了 這樣子搞三四年 不好做 所以我賺不到錢 只看到小孩大而已 反而只是盯幾個系統櫃的 可能幾天幾個禮拜就完成一件 我們也沒有系統櫃 裡面是系統櫃我知道 但是設計其實要花很多時間 要討論 要溝通 溝通 跟他來來回回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但是最終看到自己的成果 這個作品 重點是屋主有沒有滿意 屋主滿意才願意分享 是不是 OK 好 那如果說對於鄉村峰 或者是KIMIKO的設計風格有興趣 歡迎跟KIMIKO聯絡 因為他老公看他越來越嬌嬌 嬌嬌 不讓人家知道他的聯絡方式 所以你可以只能私訊我 再給你 因為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如果說對於KIMIKO的設計有興趣 或者是他鄉村峰想要詢問的 可能要先問我 我再給你他的聯絡方式 第一則留言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想要分享買房新的 或者是裝潢新的 歡迎跟我們來的第一則留言 有我的聯絡方式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知真心話 我們先感謝KIMIKO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出國在外 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大阪城旁邊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請嘗試這個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請問這支援衣服 多謝